嗨 大家好 我是凡莎 今天我包得很緊 因為秋天來了 但是我要來聊一個主題 要趁現在入冬前呢 趕快聊 我不知道這個主題為什麼大家非常有興趣 我非常的訝異 今天就要來聊我身上的刺青 在這邊呢 還是不鼓勵大家 或是鼓勵大家去刺青 那記得刺青要年滿18歲 做好慎重的決定 我覺得刺青對很多人來說是很私密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都不想要把故事分享給別人 總之 大家要記得去刺青的同時 要好好保護自己 除了說衛生非常重要以外呢 其實因為我去了很多刺青市 刺青工作室是比較小眾的刺青工作室 我在美國這邊有看到很多那種 小眾的工作室其實有傳出一些什麼 有類似性侵的案件啊什麼的 如果說你要去小眾的刺青市的話 還是最好是結伴同行 刺青之前呢 因為是一個蠻重要的決定嘛 就是要做好你的功課以外呢 當然我覺得說 如果你在刺青的當下 有遇到什麼你覺得不舒服的事 現在就立馬反應 立馬離開 這是我在國外看到很多人的PO文 就是我才知道 哇 原來刺青還有這些事情 好 那我們現在趕快開始我身上的刺青 我理解的刺青呢 我自己身上啦 有大概三種刺青 我刺青沒有說非常多 但是前期的刺青呢 是比較偏向有意義型的 後面比較偏向在蒐集一些 我很喜歡的刺青史的作品 第一種應該算是很多人會有的狀況 是你心裡已經有一個你想要的圖案 然後你去找適合的刺青史 每個人喜歡的刺青風格不一樣 那要去找到合適的刺青史很重要 因為你不會想說 你想要刺一個很美式的刺青 然後去找一個小青心風格的刺青史 他們兩個就是風格不一樣 雖然都有刺青的經驗 但是你刺出來的結果 並不會說你想要的這樣子 所以可以跟大家介紹一個 像比如說台灣現在很多人 我知道很流行那種小青心風格嗎 其實你要刺那種小青心風格 最重要就是你線條要乾淨 漂亮 俐落 這一個刺青絲是我目前看到 我覺得刺完那個線條真的是美到爆 非常的crisp 我有個朋友有他的刺青 你會覺得天哪 就是這個刺青絲 功力也太好了吧 如果說大家有想要刺那種小青心風格 或者是比較吃線條的那一種的話 千萬要去找到自己非常合口味的刺青絲 我人生中第一個刺青就是這個 腳上的刺青 蠻簡單的 它就是兩個心形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心形還是有一點特別 因為它不算是整個連起來 第一個刺青大概應該走一個比較小的路線 18歲 對 剛成年我就去刺了 刺這個刺青主要原因 是因為我當時高二的時候來美國交換學生嘛 然後我接觸出來一個姊姊 姊姊跟妹妹我們三個年紀 就是差一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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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三個感情很好 然後當初姊姊腳上就有一個 刺青 是跟我這個差不多一模一樣位置 然後也是猩猩的刺青 那我當時就想說 OK我來美國嘛 美國的國際上面本來就有猩猩 跟我基礎家庭的姊姊妹妹 有一個連結 做一個有點像Sister matching tattoo 我回台灣之後 早就已經決定要在我腳背上做這個刺青 那我到現在呢 我還是非常喜歡這個刺青 因為這個刺青其實很小 離我刺青很遠 其實如果不穿露出腳背的鞋子 我平常也不會看到它 但是看到的時候呢 我心情都會非常的好 一直讓我想到他們 這個是我人生中第一個刺青 小時候嘛 我在西門町一個非常有名的刺青師 那邊刺的 那那個刺青師 它本身就刺過還蠻多有名的人 上網搜尋了一下之後 覺得還蠻適合 反正因為這個也小小的 價錢我真的完全不記得 但是我記得沒有很貴啦 這個年代有點久遠 第一個刺青我很抱歉 沒辦法換起我太多的記憶 第二個它也是同一個類型 就是我心裡有一個想要的圖 然後我去找刺青師 這個刺青不是我第二個刺青 我一直以來都會月亮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覺得 月有陰晴圓缺 就跟人生一樣 有陰晴圓缺 所以我從之前就一直很想要刺一個月亮的刺青 這個是在美國刺的 但是我當時沒有說很認真的去找我想要的刺青師 因為我就想說我心裡有一個圖了 所以我就是去找一個刺青師就ok了 但是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刺青師 讓我到現在有一點點後悔 其實我後悔的不是說它的圖 是我覺得我當初找刺青師的時候 那個刺青師的技術沒有到很好 導致這個刺青呢 我到現在都覺得我要最認真的去保養 因為我這個刺青是在我背的上面嘛 它這個刺青因為是實心的關係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本身體質的關係 除了這個刺青我覺得我好像有卸足腫 因為我其他的刺青都是線條的刺青 就不是填滿的 但是刺了這個填滿的刺青之後 我這個我現在這樣自己摸 我都覺得我的背那個月亮那邊 它上色的部分是腫的 晚上一定要非常勤勞的擦乳液到現在 我現在已經刺了可能應該是有三四年了 我都要每天每天的很認真的保養這個刺青 要不然它夏天如果流汗什麼就會腫起來 然後會有一點癢 沒有到真的很不舒服啦 不是說對圖案有後悔還是什麼 可能就是我當時沒有好好的認真找刺青師 這個就是奠定了我之後 比較認真看刺青師這樣子 第二種刺青就是你很喜歡 某一個刺青師的作品 喜歡它的風格 你特別去找它做一個專門屬於你的設計 好那我身上最大的這個刺青 我朋友都俗稱這個刺青為月餅 我個人覺得也蠻像月餅 這個刺青其實是一個曼陀羅 高中的時候呢又是高中我不知道 每個刺青都會連結到高中 高中的時候有一幾堂美術課 老師突然很瘋迷叫我們畫那個曼陀羅 我當下就有去查一些你知道曼陀羅的資訊什麼 曼陀羅對我來說就是一個你知道 Karma輪迴很相信這些東西 我到現在還是很相信 這個刺青我得老實跟大家說 跟我就是初戀男友可能有一點關係 初戀非常久以前 但是我們兩個也糾纏了非常久 雖然說到現在也幾乎沒有聯絡 完全沒有聯絡 當時有一半的原因是因為她是去刺 我覺得她在我心中也是有一席地位這樣 這個是我第一次在國外刺青 就是在日本這個刺青工作室叫做刺龍堂 專門刺這種風格 我當時看了很久 但是因為我也不會講日文 所以其實我是請我哥跟我哥當時的女朋友幫我翻譯 當時還蠻有趣的 因為你知道日本人講話樂樂疼 常常那個人講了一大串之後呢 他們幫我翻譯一句 我說蛤就這樣 OK反正到最後我就是非常滿意這個刺青 那刺青的過程也非常的棒 日本人就是很細心很乾淨 那個刺青室你不能找到不能玩到 反正就是要準時到 裡面非常的乾淨又非常的安靜舒服 那刺青室也會隨時問你的狀況啊 所以其實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認真的感覺到 哇原來就是好的刺青室這樣子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個我跟我媽的小故事 因為我就是那種先斬後奏的人 我不會跟我媽說 欸媽我要去刺青咯這樣 因為刺的這個月餅非常的大 這個是在家怎麼藏的藏不住了 所以我就想說 我吃完直接跟我媽探牌說 媽我刺青了這樣 我當時跟我媽講完 我還記得在沙發上跟她說我去刺青 她不講話 然後我是那種很給小的小孩 我說欸你為什麼不講話 你為什麼講話 你回我回我啊 然後她又說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後來我就跟她說 喔這個是我去日本刺的 然後是我哥帶我去的 她突然大好說 喔你日本刺的喔 喔你這個真的刺的很漂亮欸 媽就是那種日本的東西最好的人 所以從此之後 她就也很喜歡那個刺青 應該也沒有到很喜歡 就是她就這樣接受了這個刺青 我覺得這個故事也蠻莫名其妙的 這個刺青就這樣一帆風順的 帶過去了 日本真好用 其實這個刺青算是我第一個比較大的刺青 刺完後面的照顧 我也是到現在我都是用著她 就教我的這個照顧的方法來照顧 我不知道台灣 因為台灣那個我第一個刺的刺青非常的小 後來我在日本刺的這個刺青 因為面積非常大嘛 那刺完之後她就幫我貼一個薄膜 那個薄膜是一個專門 應該不是專門貼刺青 但是我在日本跟美國看到的刺青 其實都是用那個東西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薄的膠 然後貼上去之後呢 你就是再把錶層撕起來 它就會形成一個非常薄的膜膜 比保鮮膜還薄 黏在你的刺青上 那個刺青師當時就跟我說 你就這樣一直黏著 黏到7到10天它就自己會掉 當中你都不要去剝它什麼的 照著它的方法之後 7到10天真的就掉了 我刺青到現在還是維持得非常好看 我當時那個刺青是一個盛夏 日本超級熱 每天在路上走啊 晚上回家洗完澡之後呢 裡面都有超多很噁心的 就是汗水跟血水 當時要請人幫我把它擠出來 那這個是一開始照顧比較噁心的部分 那個薄膜掉了之後 它其實就已經好的 蠻差不多了 因為它就是在我背後的關係 其實結痂什麼很癢 我也不能去抓 我就一直想著我要去日本補 非常麻煩 老神傷財 絕對沒有去抓它 所以那個刺青保養得非常好 我覺得那個刺青師技術也非常好 它到現在色還是非常的漂亮 接下來要講的是第三種刺青 第三種刺青師我近一兩年來非常瘋名 我跟一個朋友 有一些非常非常喜歡的刺青師 我們兩個都會瘋狂在那邊喘說 喔我喜歡這個 要預約嗎 什麼什麼的 在紐約的那一年呢 有幸的被我喜歡的刺青師刺到 這種就是屬於說 你非常喜歡某一個刺青師 我把它當作是藝術家 喜歡他的作品到 我可以去刺青的當下再挑他的作品 有一些刺青師的作品 我真的覺得喔 美到非常想被他刺 然後想要把他拜在身上 很多人應該可能會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刺青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覺得刺青要有意義 這一個刺青師我預約超級久 我follow這一個刺青師大概有一年到兩年的時間 它在紐約非常的紅 它是一個小眾的刺青師 因為它每天接受的人不是很多 比如說六月開刺青 預約可能約九月十月 現在很多很紅的直接都一季一季的開 所以你就是要非常關注他們 然後有時候還不容易會被邀請到去刺青 我常常就是去刺青搞得跟寫作文比賽一樣 就是我要寫的圖文並茂 就說我多喜歡 我follow你多久 怎樣怎樣 我為什麼喜歡 感覺是要去proposal這樣子 那這個刺青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hand poked hand poked是什麼 它是手刺青 它不是用機器來刺 直接用蒸沾眼料 那其實就是跟古代的方法一樣 它只是用手來代替機器 因為我已經follow它很久 所以我非常喜歡它的作品 它的規矩就是你去刺的當下 前半個小時還是多久 反正它會讓你有一些圖可以挑 偶爾它也會在它的instagram上 釋放出這些圖怎樣 你想要刺的可以去搶 這個是開啟我 就是想要搜集一些不同的刺青師的作品的源頭 就是這一位刺青師 接下來是一個我最喜歡的刺青 目前是我最新的刺青也是我最喜歡的刺青 是我第一個彩色的刺青 這一個刺青師是一個多倫多的刺青師 叫做Jazz 住在大城市的好處就是 這些刺青師如果來旅遊的話 會順便註點在一些比較有名的刺青工作室啊 當時就是它來註點在某個刺青工作室 我就預約到它了 我真的非常開心 它的做法是它已經有公佈說 它今年幾月幾日要來紐約 然後它就是有公佈一系列的作品 那那些作品它有寫說 這個刺青它設計的size 它希望刺在哪 每個人可以去認養 但因為認養的人很多嘛 你要去寫信跟他說 你為什麼要想要刺這個刺青 blablabla 你現在身上blablabla 怎樣怎樣怎樣 總之我當初就是得到這個刺青 我非常的開心 那我到現在還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Jazz這個刺青師 我想給它刺到我想要就是 整隻手啊 整個背都留給它 它後期比較擅長的是做比較大面積的刺青 它的線條跟色彩跟構圖 是我覺得目前我真的非常喜歡的一位刺青師 Jazz刺青比較特別 它沒有那個像一般普通刺青的轉音質 因為我已經有看過那個圖 我選了那個圖嘛 它就是直接用sharpy在我手上畫 然後大概畫一下 之後就開始刺了 跟平常刺青的程序不太一樣 但這個又要回到說你要非常的理解 有人非常的信任這個刺青師 你才有辦法信任到直接讓它這樣做嘛 我非常知道它的作品風格跟一切 就是色彩的運用什麼的 我都非常的熟了 所以我才非常信任它 直接給它刺 好這些就是我身上目前的刺青 講了那麼多 我當然心裡還是有很多刺青師的作品 我想去搜集 未來刺的新作品就一定會分享給大家看 不過在這邊先賣個關子 刺青這種東西就是真的要很有緣分 對著時間 對著地點 對著圖 對著人 然後還要預約的到 對我來說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啦 有時候可能一年可以刺個兩三個 有時候可能兩三年才刺個一個 如果說你身邊有那種也喜歡跟你一樣風格刺青的朋友 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就是你們可以互相分享阿 關於有沒有說後悔阿的刺青這件事 其實沒有 我的刺青大部分都是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別人在看我 我覺得刺青就跟人生一樣 過了就過了 你就是要讓它保留在你身上 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但是當然現在還是有很多很好的什麼概圖技術阿 或者是你可以去雷射把刺青弄掉 所以其實刺青還比人生還好 可以洗刷 那今天刺青小故事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還喜歡我的刺青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這個會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也歡迎跟我分享你們的刺青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